丈母娘的骨灰沉甸甸的 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眼泪已经流干了 柳如嫣这个时候 才匆匆赶回来 她什么也没问 一个巴掌狠狠地朝我打来 为了让我回家 你就这样诅咒我妈是吧 好歹毒的心肠 我被打猛了 刚想开口解释 她就一把抢过骨灰坛 毫不留情往地上砸去 坛子被摔成了碎片 骨灰都洒了出来 妈 我慌张地蹲下身 几乎心痛到无法呼吸 可是碎了就是碎了 沾不回来了 柳如嫣却还在讥讽着骂 这么好的演技 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呢 骗骗别人也就算了 我还不清楚 我妈身体那么好 怎么可能出事 我告诉你 少跟我耍这种心眼 我用尽所有力气发出声音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全是真的 没说完 脸上又挨了一巴掌 柳如嫣冷漠地留下句 在听见你诅咒我妈 有你好看的后 转身摔门离去 我狼狈地跌坐在地上 心里抽抽地疼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我忍了又忍 还是没忍住流了眼泪 多可笑啊 事实明明都摆在眼前了 柳如嫣还是不相信我 赵母娘身体是好 可就在前几日 准备和小姐妹出去旅游时 意外出车祸了 二 我永远都记得 接到医院电话的那天 我急忙放下手里的活 匆匆赶到医院 赵母娘在ICU里还没有出来 护士站在我身边安抚我说 你妈伤了脑袋 但好在我们医院 还是有位女医生 可以给她做开颅手术的 她今天不上班 我们马上去跟她联系 她口中唯一能做开颅手术的医生 正是我的妻子柳如嫣 我是她老公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在护士疑惑惊奇的神情里 我慌张地拿出手机拨通电话 一连三个才算接通 柳如嫣 妈她出车祸了 人现在在医院 不等我说完 就被不耐烦地打断 为了让我回家 你居然连我妈也诅咒 纪南确诊抑郁症了 你知道什么叫抑郁症吗 会死人的那种 我现在在带她散心 忙得很 你别无理取闹了 纪南 她口中的小学弟 说完就挂了 再没听我说一句话 我鼻子一酸 无措地握着冰冷的手机 护士在一旁见状 一边拿起医院的座机 一边安慰我 原来柳医生结婚了 不好意思 我才知道 我再给她打一个 你先别着急 多可笑啊 和柳如嫣结婚五年了 她的同事却才知道 我是她丈夫 只是因为当初 我来医院给她送饭的时候 她不仅一口没吃 全部拿出去喂了狗 甚至还不耐烦地说 我工作的时候 少来打扰我 我不需要 可在纪南昨天 发出来的朋友圈里 她给柳如嫣送饭的时候 柳如嫣分明满脸笑意 我满怀思绪地回到家 赵母娘立马注意到了 我的不对劲 过来安慰我 挨柳如嫣是被我养得 焦纵了些 这些年真是对不住你 以后咱自己好好吃饭 不给她送了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去过她医院 而今 坐机电话被接通了 声音很大 我也听见了 柳医生 你妈出车祸 要开炉 你老公也在这 你快来 话没说完 柳如嫣冷笑着打断 她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竟然连你也被她收买 帮着她来一起骗我了 我不是傻子 听不出来这么显而易见的骗局 护士听了这话目瞪口呆 而我站在一边 苦笑 心脏处冷得发疼 之后 柳如嫣更是直接把手机关机 再也联系不上她了 赵母娘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期 连第二天都没撑到就走了 而彼时 我正看见了 纪男星发出来的朋友圈 照片上 她和柳如嫣 站在雪山顶 两人对着镜头亲密相拥 柳如嫣眼里饱含爱意 佩文是 18岁说要和你一起来爬雪山 现在真的实现了 一颗滚烫的心 恍若被泼了桶冷水 我颤抖着手 拿出手机 再一次拨通了柳如嫣的电话 好歹赵母娘的葬礼 她总得到场吧 可意料之中地 依旧是关机状态 于是我独自一人操办 赵母娘的葬礼 好不容易等柳如嫣回了 可等来的 却是她摔碎了赵母娘的骨灰坛 三 柳如嫣在回来的时候 身旁还带着纪男 赵母娘在家时 柳如嫣是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 和纪男来往的 如今 无非是以为赵母娘出去旅游了 纪男看见我 毫不心虚地和我打招呼 然后爽朗一笑 抱歉哥 最近恐怕要来你家 讨扰你几天了 柳如嫣当即厌恶地看着我 跟他道什么歉 你确诊中毒抑郁的时候 我陪你 他还用我妈死了这种话 来骗我回家 纪男你就是太善良了 我沉默地坐在沙发上 突然觉得好疲惫 疲惫到我不想解释 不相信我的人 解释再多都没有用 柳如嫣走进厨房 给纪男下厨 纪男要给他打下手 却被柳如嫣按在了凳子上 他笑得很宠溺 你好好休息着吧 我来就行 结婚两年 柳如嫣从没这样看过我 更没有给我亲手 做过一顿饭 我恍惚了下 心里闷闷地直发疼 三年前 是柳如嫣主动来追的我 他追了整整一年 我都没有松口 直到在山体崩塌里 他毫不犹豫地 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我 因此在腿上落了个旧疾 直到现在走起路 都有点轻薄 这对女孩子来说 无疑是个不小的伤害 我被感动了 于是松口 自此十分信任他 刚在一起那会 他也会温柔地和我说话 在我生病时 细心照顾我 可这一切 都在结婚前夕 济南回国来找柳如嫣的时候 发生了变化 婚礼那天 柳如嫣接了通电话后 什么解释也没有 当场换下婚纱 抛下了所有的宾客 和我转身离去 我猛了 可打给他的电话 一个也没接 我是学心理学的 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可因为曾几何时 柳如嫣说 不要把心理学那套用在感情中 那样太敏感 感情走不长远的 我觉得有道理 因此强行压下心中的慌乱 丈母娘站在我身旁 气冲冲地骂 柳如嫣又在搞什么名堂 太过分了 小月 这是我完全站在你这边 这回她真是太过分了 你想怎么处理都行 离婚也行 可我却只是压下心里的那点难受 算了吧 妈 柳如嫣可能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她是什么人 我也知道 不会因为这个就离婚的 可后来我才知道 那电话是济南打来的 她哭着跟何时说家里破产了 自己走投无路了 柳如嫣才急匆匆赶去 之后和我解释时 她却只说 是她的一个小学弟得了中毒抑郁闹自杀 这才慌张赶去 我信了 四 可如今 柳如嫣带着她口中的小学弟 出现在属于我们家 二人视我如无物 我注意到 她的无名指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已经没有了婚戒的踪影 脑海中是丈母娘生前拉着我的手 对我说 以后等我不在了 这日子就是你们自己的 你要是觉得过得下去 就好好过 你要是觉得忍不了了 那就算了丈母娘最清楚自己女儿的性子 所以总是担心我吃亏 以前我总觉着看在柳如嫣为我薄了脚的份上 这一辈子 忍忍就过去了 可我现在突然就厌倦了 柳如嫣只做他们二人吃的 全然将我当作透明人 直到柳如嫣下楼丢垃圾的时候 既难像是才想起我这个人一样 她突然跪在我面前 眼泪说来就来 搁算我求你 把柳如嫣姐姐还给我好不好 我确诊了中毒抑郁症 没有她 我真的会死的 她拿出手机里 她和柳如嫣去各种地方玩的合影 甚至还有视频 上面显示的时间 正好是此前柳如嫣口中的出差的时间 我印象里的柳如嫣 是个不怎么会表达爱意的人 可在忍难的视频里 柳如嫣却会得很 她叫忍难叫宝宝 还会对她撒娇 一眼就能看出浓厚的爱意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柳如嫣 心脏处的疼痛几乎压着我无法呼吸 可我的脑子却从未如此清醒过 忍难拿出中毒抑郁的诊断书给我看 可我一眼便看出那是假的 我厌烦到了极点 冷冷地盯着她 那你就去死好了话刚落 传来开门的声音 是柳如嫣回来了 她一把冲过来 护在忍难跟前 一巴掌狠狠地扇在我的脸上 大骂 方月 你怎么能这么歹毒 还逼忍难去死 你怎么不去死呢 我告诉你 再有下次 我就先弄死你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柳如嫣只是紧紧地握着忍难的手 一边安抚她 一边和她一起离去 看着她厌无厌毒的神情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从来没认识过她 小学弟 哪有这样的小学弟 其实我早该发现的 算了吧 就到这了 物 偌大的房子里 我一个人坐在主卧 整个人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眼眶通红 像是熬了几场大夜 丈母娘在家时 柳如嫣还会在她面前装一装 我打开床头柜 准备拿出块手表 那是之前过生日时 丈母娘送给我的 也是她留给我最后的东西了 可床头柜里却什么都没了 我愣住了 下一秒封了室的冲进书房 济南正在手把手地 教柳如嫣画画 我床头柜里的手表去哪了 柳如嫣之心虚地停顿了几秒 就理直气壮倒 那是我妈送给你的 就是我妈的东西 济南说她喜欢 我就送给她了 你这么小气干什么 小气 她竟然说是我小气 我强忍住眼睛里的酸涩 咬着牙 一把冲上前 翻开济南的衣袖 手表果然在那上面 这是丈母娘给我的 我绝不会把她摆给这对 不要脸的渣女剑男 柳如嫣在旁边拉着我 我一把甩开她 又死死地拽着那块手表 济南被累得不行 最后无奈取下 她一下就对着柳如嫣哭了出来 哥要是想要回去 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没必要这样的 我好痛啊 我看着她冷笑 真会装啊 偏偏柳如嫣又是一巴掌朝我甩下来 可这次 我轻轻一侧 就躲过了 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丈母娘最好的朋友秦姨 从门外进来 神色焦急 你妈怎么了 我怎么今天一早 收到了什么律师所 给我发来的你妈的遗嘱 是骗子吧 肯定是骗子吧 房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对着秦姨倾倒 妈出车祸了 柳如嫣神情不再是厌恶 慢慢变成了难以置信 我转过头来看着她 离婚吧 柳如嫣六 秦姨哭着倒在了沙发上 怎么会这样啊 你妈身体一向健康啊 我连忙扶住她 却听柳如嫣突然大笑起来 她一个剑步冲到我跟前 神情又成了厌恶 你就是想用这种手段 来逼我离婚是不是 就连秦姨都帮着你骗我了是吧 我告诉你 想离婚独吞我妈的资产 你做梦 就算她在喜欢你 她也是我妈 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婆婆曾开玩笑时说过 要是离婚了 就把所有资产留给我 我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 可谁知 柳如嫣彼时看着不在意 却将这句话记到了现在 不等我出声 秦姨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 左右两巴掌甩在柳如嫣脸上 满脸愤怒 你在说什么糊涂话 你妈有你这样的女儿 真是她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柳如嫣唇边溢出了血迹 少见得狼狈 她冷笑 秦姨 看在您是我妈朋友的份上 我不还手 我不知道方月 究竟给您灌了什么迷魂药 能让您也这么帮她 那咱就好好看看 我妈到底会站在谁那边 她言语间 全然不相信 我是真的想提离婚 说完 她牵着季男的手 摔门而去 秦姨气地浑身发抖 最后握着我的手哭道 这些年真是亏你忍耐啊 你妈给我的遗嘱里面 说得清清楚楚 她所有的资产都归你 她说 这么些年 你为这个家的付出 她都看在眼里 如果离了婚也好 可以尽情地做你喜欢做的事业 听这话 我没忍住落下来 当日 我就收拾好了我所有的行李 离开了这个住了两年的家 本以为行李会不少 可当真的拎起行李箱的时候 才发觉竟是轻飘飘的 气 我曾是研究所里最年轻的心理学家 几位老师都夸赞我有灵气 可后来结了婚 这样的灵气在婚后生活的操劳中日渐消散 如今 我打算开家心理咨询室 重操旧业 满是柳如烟带着季男到处去玩的朋友圈 配的文字全部都是 没了你 我只会更好 你在落魄 我在得意 我知道 他这些话都是说给我听的 据柳如烟的同事说 他已经辞职了 现在只一心带着季男出去散心 我冷笑 柳如烟能这么干脆地辞职 无非是因为丈母娘做生意 名下资产众多 只要离了婚 那些资产就都是我的 让我好好看看 等他用完自己手头上的存款时 又该怎么办吧 想到曾站在我面前说当医生救人 是我一辈子的梦想的柳如烟 我就觉得可笑至极 或许不是我从没认识过他 而是他变了 我干脆屏蔽了他的朋友圈 只扔过去一条消息 约个时间 去民政局把婚礼一下三日后 柳如烟带着季男准时赴约 他此刻才确信我是真的 铁了心要和他离婚 冷笑声 到时候可别后悔哭着回来求我 纪男就站在柳如烟身边 握着柳如烟的手 满脸得意地看着我 呵 多可笑啊 一个没半点本事 只会靠女人的废物 到底是在得意什么 我没搭理他们 领完离婚证后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出了民政局的门 威风吹拂着我 我从没觉着那么自由过 爸 本以为我和柳如烟之间 在无瓜葛 可谁知 他竟会主动找上门来 心理咨询室的生意 并不容乐观 前三天 唯一的客户就是柳如烟和季男 二人携手进来 不知是从哪里 玩玩回来的 面上满是得意与不屑 离开我 你就开了这么个破咨询室 我妈果然不会帮你 柳如烟面上满是刻薄 真是可笑 但凡他给丈母娘打个电话 都能知道丈母娘已经死了 可偏偏他最近带着季男疯丸 哪还记得丈母娘呢 季男在他身旁 时不时地显露自己 脖梗和手腕上的金项链和手表 呵 想也不用想 又是柳如烟给他买的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柳如烟 从抽屉中拿出张纸摔在他身上 我说过了 妈已经死了 那是丈母娘的死亡证明 吃 一张破纸而已 所有的话语戛然而止 柳如烟看到了 她的眼神开始变得难以置信 眼眶通红 我冷漠地看着她 你该不会要说 这死亡证明书也是假的吧 你以前在医院工作 应该最清楚这上面的盖章吧 柳如烟恍恍恍恍地难难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连济南都顾不上了 她跌跌撞撞地冲出去 柳如烟到处找熟人询问 甚至是找到了当初的那个护士和情仪 二人都将她一顿臭骂 尤其是情仪 拿着扫把追着她打 是半点没给她面子 最后 她又失魂落魄地回来找我 妈真的 走了吗 我讥讽一笑 现在还来装什么大笑女 妈是出车祸走的 当初 但凡我给你打的电话 你接了 但凡你信我一句话 妈都不会走 柳如烟似乎是被我这话打击到了 突然在我跟前痛哭流涕 只可惜 哭得再惨烈 赵母娘都回不来了 九 事后的日子 我再没见过柳如烟 和咨询室的工作也并不好做 依旧没有什么客人 于是 一方面 我将身上的存款拿去做了投资 另一方面 我继续坚持做咨询室 直到半个月后 济南突然再次来找我 可这一次 他那张脸上写满了愤怒的控诉 家人们 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哥哥 当初就是他勾引了我女朋友 但是大家也别怪他 我知道 他就是想当个不努力就能有钱的凤凰男 就只能来勾引我女友了 这番茶言茶语来得莫名其妙 可下一秒 我看见了他手机正开着直播 弹幕里都是骂我的 好恶心啊 这男的 还开什么心理咨询室 先好好看看自己的心理问题吧 当小三的多多少少有问题 济南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嘴上还在说 哥哥也是聪明地结了婚之后 一门心思讨好富婆丈母娘 现在丈母娘死了 遗产不留给我女友 反而留给她了 我瞬间懂了 这是上门来找麻烦来了 是觉得我好说话 还是觉得我不会反抗 我当即冷笑 毫不客气地入境 直接甩出此前他俩大秀恩爱的朋友圈 不好意思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你已经和他分手出国了 反而是我和他结婚之后 你声称自己中毒抑郁 让柳如烟去陪你 这是柳如烟婚后出轨你的证据 那请问 你口口声声称我勾引你女友 麻烦拿出证据 济南面色一变 他完全没想到 此前和柳如烟秀恩爱的朋友圈 既然会在此刻成为我的证据 可他还在嘴硬反驳 你 你这是屁的 我笑了 放出此前还没离婚时 济南跪在我跟前求我的视频 这是我偷偷录下的 这下 证据确凿 济南脸色都白了 弹幕里评论两极反转 济南迅速关了直播 可他的名声已经是彻底臭了 济南偷鸡不成十八米 不仅没能搞坏我的名声 反倒让我的心理咨询师 在网络上狠狠地火了一把 前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的工作也开始忙碌起来 是 再次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是在个傍晚 几个月不见 他再也没有了曾经的高傲得意 站在我的咨询室门前 长发油油地乱飘 整个人说不出的颓废与狼狈 看见我出来 他红着眼叫我的名字 方月 济南走了 那个贱人看见我身上没钱了 他攀上了个有钱的富婆 他连中毒抑郁都是骗我的 我想要重新回到医院上班 但被拒绝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 卖了房子跟朋友去炒股 可谁知他也骗了我 卷了我的钱跑路了 我现在真的身无分文了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面无表情地绕过他 准备离开 可谁知竟然被他拉住 他哽咽着 方月以前是我不对 是我昏了脑袋 济南已经走了 没有人再会来打扰我们了 我们和好 好不好 这话给我听笑了 我毫不留情地甩开他的手 冷漠厌恶地看着他 柳如烟 你见不见哪 你凭什么以为 我还会跟你和好 我是什么垃圾回收站吗 要是没什么事 麻烦你鬼远点 一个合格的前任 应该要像死了一样 他面色苍白 浑落魄地立在原地 嘴里还在南南 济南离开后 我才意识到 他其实从头到尾 都是在图我的钱 只有你是对我最好的 大学的时候 你会给我送亲手包的汤 生病的时候 你会哄我吃药 我怎么就都忘记了呢 吃来的神情比草都见 我不耐烦听他这些 冷冷甩下句要我原谅 你先自己围着胡爬几圈 咦咦 结婚的时候 柳如烟曾说 如果有一天 他辜负我了 就围着胡爬几圈 求我原谅 可他这么要脸面的人 我就是这么一提 没觉着他真的会照做 但是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围着胡爬 甚至 还怕我看不到似的 专门找人给他直播爬 那么骄傲的人 此刻却跪在地上 像狗一样爬 嘴里还念叨着 求我原谅他 直播间里 一半在骂他 另一半则在夸他 深情顽梗 但我没有任何触动 只觉得和这么个烂人 一起上热搜 真是我的吃辱 我当然不会因此原谅他 只是继续做我的事业 每上一次热搜 我的咨询室 就会小火一震 我必须要借助这些契机 好好经营 而在此期间 柳如烟竟然每天给我送饭 全都是他亲手做的 对于曾经的我 可能会欣喜若狂 可如今 我只会觉得厌恶 他送来的饭 我一律没碰 全位给了咨询室旁边的流浪狗 柳如烟知道后 冲进来质问我 彼时 我刚送走一位前来咨询的客人 收起了笑脸 我吃笑反问 当初我给你送的饭 你不是也没吃吗 他文言面色一白 只小声说自己错了 那样子 看得我直作偶 之后的日子 柳如烟似乎打定主意 要追回我 继续对我嘘寒问满 真是可笑 我爱他的时候 他拿我真心喂狗 现在到时又来求我这份真心了 顾客里有一个小我七岁的女大 他对我很有好感 承认喊我哥 柳如烟知道后 像只被人占了地盘的疯狗一样 来大闹了一场 我没管他 明确地告诉女大顾客 现在我只想搞失业 完全没心思谈恋爱 而柳如烟却因为打了女大 被人报警 在局子里关了几天 我依旧不管 直到纪南再次找上门来 十二 纪南如今找了个有钱有失的富婆 便迫不及待地来我面前炫耀 他这次同样也是带着直播来的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人人都在使用网络 他似乎打定主意 要一雪前耻 故意凑到我跟前问我 方老师 对象太爱我了怎么办 他总是喜欢黏着我 一下都离不开我怎么办啊 这让我很困惑啊 我直接反手给了他一巴掌 平静道 现在清醒了吗 弹幕上也都是在骂他的话 门外骤然传来阵骚动 几位警察走入 请问下是纪南纪先生吗 有人举报你敲诈勒索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原来是柳如烟 和他重新勾搭上的那个富婆 取得了联系 两个人一起将他告了 看着他被拖走的身影 我叹了口气 事业是男人最好的医美 怎么还没明白 从柳如烟出轨开始 我就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 偏偏 纪南亚根听不进去我的话 他还以为是我窜跺的柳如烟 嘴上恨恨骂着 你个贱人 你就是嫉妒我的好日子 我咒你这辈子 之后的日子柳如烟没有来找我 我也不在乎 再见时 他因为钱染上了毒瘾 他痛苦地跟我说 我也不想这样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控制不住自己 方月 我知道 是我对不住你 如果我能戒掉 你能不能 再考虑不考虑 不能 我拒绝地斩钉截铁 他的人生是他自己 不应该寄托在我身上 而我也没必要 因为他的寄托 就妥协 柳如烟惨淡一笑 第二日 就被警察带走 只留了全网骂声 而我 事业在此刻 又到达了一个新的巅峰 众人都称尊敬地 称呼我为方老师 推开屋门 阳光照在我身上 紫藤在窗台上 长得正好 十三 番外 方月要跟我提离婚 他怎么敢的 听到他提离婚的一瞬间 我只觉得好笑 他那么爱我 又没有个像样的事业 他怎么可能跟我离婚 我笃定 这只是他以退为进 想挽回我的手段罢了 所以我毫不心软地 带着纪男在全世界到处玩 顺便发发朋友圈 让方月好好看看 离开了他 我过得是如何的潇洒 我和纪男看了高山流水 又看了古镇落花 纪男的病情明显有所好转 整个人都开朗了不少 还说 有我在真好 倘若是以前 听到这话 我定然开心得不得了 可这一次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脑子里全都是方月 是当初山体崩塌时 我将他护在身下 他满脸担忧地看着我 我狠狠地摇摇头 试图将他甩出我脑海中 我想 肯定是最近太累了 于是我拿出手机 这半个月以来 他只在刚刚给我发了条 离婚吧 我气笑了 行 离就离 我强硬地忽略内心的那点难过 反正我还有纪男 离了婚 我正好能和纪男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可谁知 我妈竟然真的死了 看见死亡证明的那一瞬 我红了眼睛 方月竟然没有骗我 那一刻 我承认 我后悔了 前所未有的后胡 我想到了 方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她的电话 我爸走得早 全靠我妈一个人把我拉车到大 她从最初的什么都不懂 到后来坐拥几十家店面的女强人 想到这 我恨不得给自己几个巴掌 我抱着最后一丝期待 去找了秦姨 她和我妈关系最好 秦姨对我也好 可这一次 她却拿起扫把 往我身上狠狠地抽 嘴里骂着 你个小畜生 你妈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 生出你这么个死东西 现在她走了 那我就替她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妈真的走了 我最后一丝期待也没有了 秦南知道后 却站在我身侧 幸灾乐祸道 死了正好这样 就没人阻止我们在一起了 看着她脸上的得意 我有种说不出来的厌恶 我突然好想方月 如果 如果方月还在我身边 她肯定会温柔地安慰我 然后再给我泡杯热茶 我生出了点后悔 这种后悔 在我和秦南得知我妈 将所有资产 都留给了方月 秦南离开的毫不犹豫后 到达了极点 看着秦南离去的背影 我竟然一点想挽留的心思 都没有 只想着 要是方月在就好了 没了工作 我的生活 过得惨不忍睹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一闭眼 就是方月和我妈的身影 是从前 她们都在家 我们其乐融融的身影 怎么就成这样啊 我不由问自己 可能是我自己做的 又是小半个月 我实在忍不住了 去心理咨询室找方月 我想 她当初那么爱我 现在应该也会心软的吧 正如 此前的每一次心软一样 可我失算了 她头都没抬 吃笑我是垃圾 从前的我会觉得羞辱 可如今 我却只是痴迷地看着她 我承认 我真的好想她 我围着虎 爬了整整三圈 膝盖 手都破皮了 不少网友被打动 可方月却依旧不为所动 但我也没有放弃 在知道纪南去找她麻烦时 我第一时间就报了警 将此前 纪南找我要钱的记录 全部交给警察 并声称她在敲诈勒索 方月很有能力 我一直都清楚 她的咨询是越办越大 我开始意识到 现在身无分文的我 已经远远配不上她了 于是 出于对钱的渴望 我走上了歪路 我后悔了 真的 后悔了 方月 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错了 全文完